只有國民教育和教育要做好 因為你在上一年的2019年 你知道我們輸了兩代年輕人 被人屠毒了 但是他們是無辜的 年輕人是無辜的 因為他們為何有這樣的思想 因為你們這些人操控了教育界 所以你特區政府要救未來 首先要移動教育界 以及政府基本上的改革 思想上的改革兩樣東西 你思想對,你做事才對 香港立法會選舉延期一年 自稱是來立法會打魚和耕田的 漁農界代表何俊賢就說 理解中央的決定 但是建制派應該打造自己的選舉模式 建設共同綱領 不能只是做深奸細作的拘魯 要在徐波逐流當中打拼自己的板塊 而特區首長也必須承認自己 只是建設力量而非中立 全力推動家國意識 才能令香港真正重歸正軌 建制陣營的板塊 比較老化和傳統一些 有很多的結構提升上來 它跟選舉方式上來 成長之路也不一樣 好像建設力量裡面 大部分傳統的政黨 都是由深奸細作在社區出來的 它的味道就會很驅老文化 很驅議員 所以它說的話都是說 我將蛇蟲鼠藝帶上來立法會的 你對比你自己對面的陣營的話 對面它從來不講民生 只是說社會有多慘 但是我真正去了解之後 看到選舉的模式 它們很喜歡將區議會的文化 盡量帶到政治化 因為政治才是他們的老本行 他們的強項 今次在上次11月1、1、2、4 它們就相對成功了 有很多道理都是很簡單的 一眼就看出它的雙重標準 但是很多時候就沒有人在這裏 直接點出來 甚至是大家沒有重視 作為建制派的新生代 何俊賢都有自己的想法 我不覺得建制派是一盤散沙的 但是一個團隊裡面 是會有不同意見的 如果你全部的人 就是覺得你攬炒派是團結的話 原因就是因為它只有一個議題 就是政治議題 它在政治上其實是沒有思想的 但是它圍繞著這個中心裡面 它可以百花提放 但是我們建制的理論裡面 我們那個政治的理念 當然是支持香港特區政府 依情依理依法施政 不是只是依法施政的 政府是很難非法的 對於香港社會整體的效益 堅決擁會一國的良情和基本法 但是這個相對這麼高深的政治理念 你很難用簡單兩句說話 它宣揚給社會的市民知道 我們自己會有一個圍爐也好 或者叫做哥爾適形塔開始統一 這個對於建設力量來說 是會有一個比較新的政治模式 政治模式要重新考慮 但是我相信在未來的選舉裡面 其實建設力量的各個陣型和板塊 都可能會再出現這種共同的綱領的現象 那這個是有效讓 就算在民生議題上 有不同的想法的人都好 都容易圍繞著這個政綱 這個綱領去共同努力 那究竟政府算不算是建設力量呢 現在特區首長你要自己想 心思這個問題 你不可以再用以前的港英政府 遺留下來的心態去處理 小政府我什麼都不理 你自己香港人自己打自己人 我不理你究竟是港獨不港獨 你反對政府還是不反對政府 你自己任打 然後產生出來一個五爐七雙的立法會 你說一個五爐七雙的立法會 它有沒有一個立法的能力 是沒有的 為什麼會香港特區政府出名慢呢 做事出名貴的呢 原因就是你本身的政治中立都沒有做到 我不是貶我們自己在香港 但是你作為一個sensible的人 和有競爭力的人 你就要預計未來香港可能面對的挑戰 但是你漠視這種挑戰 繼續堅持做這種做法 就等於什麼呢 就是思想上的閉關所覺 你就不接受新的東西 認為自己是大了 當別人超越你 到有一天船堅離砲 在你門口的時候 你再沒有競爭力